流浪地球的评分已经先先出炉,这部国产科幻电影的口碑大爆。 目前流浪地球在猫眼的评分为9.2分,82.17%的购票观众,都给出了9至10分的高分。 观众们看完电影也是各种好评,强烈推荐。 特效,画面真的没得说,这是我看过的最好的国产科幻片了,很不错。 中国第一部硬科幻,非常值得一看。 此外,流浪地球,在豆瓣的评分也相当不错,8.4分的成绩,正名了,这是一部硬核科幻大片。 观众们的好评以集中在电影的特效与想象力上,电影比喻期要更挥红磅礴,大流的故事到底,想象力已经赢了, 中国导演能拍出这样的硬科幻,想象就激动,流浪地球口碑大爆,作为第一部国产硬核科幻大片,受到了各种好评,真的是要瘾迷。